盘点拥有电击魔兽的思维训练家 1.小猫 动画里电击魔兽第一次登场 还是小智从风原回到关都时 在劲敌小猫那里看见的 小智在见到小猫指挥电击魔兽 轻松打飞火箭队后 就迫不及待的 想要和这只没见过的宝可梦对战 等到小猫的电击魔兽恢复体力后 小智派出了他的招牌皮卡丘 结果最关键的福特攻击 却打在了手柱上 于是皮卡丘没有悬念落败 小智也因此对神奥地区越发向往起来 紧跟着小猫就前往了神奥地区 能够看出这时的小猫 比起以前来说要更稳重了些 对小智也没有了敌意 毕竟他也能算是无印片的隐藏女主 想要看到小智变强 那也是情理之中啦 2.真思 真思和早期的小猫十分相似 总是非常瞧不起 莽撞茂式的小智 那句经典的口头禅 更是成为了大家对他最深的印象 不过身为小智在神奥 乃至全系列最强的劲敌 真思的实力客从来是没法让人质疑的 毕竟当时挑战竹篮 神代的出彩表现 在整部动画就没几个人能做得到 战术逻辑非常清晰 而后锐智狐和小智的对战 更是用电击兽开枪掩护 给小智秀了不操作 在神奥联盟对战阿逊的帝王拿拨时 已经进化成电击魔兽的电击兽 几乎满血战胜了阿逊的帝王拿拨 哪怕是和小智的对截中 电击魔兽依然表现优异 先后战胜了小智的天蝎王赫皮卡丘 并合理运用了特性电气引擎 奈何碰到了开挂的大师兄 最后还是输掉了比赛 电刺是公认的神奥最强关注 被称作是冰海之雷 但看到这外形是我还是想叫他黄色闪光 而他比较有代表性的宝可梦 应该就是伦琴猫了 毕竟当时的压轴就是他 除此之外他的电击魔兽也很强 像是小智的土台龟 就很轻松的被电击魔兽击败 尽管小智后来换上了皮卡丘 但在面对同等免疫电气招式的特性电气引擎下 皮卡丘是毫无办法 倒霉的是电击魔兽 被皮卡丘万年能发动一次的特性静电给麻痹 被皮卡丘用铁尾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在宝可梦旅途中 电刺再一次碰到了小智 而电刺精彩的轮换更是让观众拍一首称诀 只不过这次皮卡丘却没那么好运了 全程没有半点优势 可惜这时的小智也非当年的小智 凭借着召集电压级别的千万伏特 活活撑死了电击魔兽 实在是有个夸张的 4.布鲁根 布鲁根比起以上的训练家 实在算不上是个大人物 因为在阿罗拉地区 他也只是个稍微有点钱的地痞恶霸 布鲁根曾经觐见卡奇家的牧场 想用来开度假酒店 被拒绝后就让人堵入了牧场的水源 甚至还吓走了牧场的宝贝们 于是卡奇怒不可而上去 就要和他对战 虽然说布鲁根是恶霸 但基本的对战还是明白的 当卡奇派出阿罗拉嘎拉嘎拉的时候 布鲁根就用电击魔兽 对嘎拉嘎拉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本来卡奇想用这一招是扭转局面 但还是失败了 等到第二次对战时 卡奇和嘎拉嘎拉成功用出这一招 打败了布鲁根的电击魔兽 可地痞终究是地痞 不守约定也是常规操作 就在布鲁根想要强拆这里的时候 军杀带着警队逮捕了他 最离谱的是 布鲁根的名字和学校 居然还参考了电击魔兽 这应该是电击魔兽被黑的最惨的一次了 好了 以上就是拥有电击魔兽的训练家们了 你们最喜欢哪一位呢